大家好 欢迎来到长老师妹 我是长老师 我讲一下美国大学呢 开除劝退学生它的五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呢 就是学生况课 尤其呢 对国际学生呢 移民局呢 是有规定的 就是说呢 维护全时的F1学生的身份呢 你必须要每个学期呢 修够12个学分 大概就是四门课 你如果修不够这个12个学分呢 你就没有办法维护学生的身份 如果你是在美国呢 你如果没有学生的身份呢 学校呢 就没有办法来继续收留 所以呢 第一大原因呢 是旷课 以国际学生的身份维护不了 这个主要针对国际学生 如果美国学生呢 不太因为这个来开除劝退 因为很多美国学生呢 读个本科啊 可能读个六年啊 七年啊 还是蛮多的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成绩低 成绩低呢 就具体的标准呢 就是如果本科在GPA呢 如果低于2.0 研究生硕士呢 低于3.0 那么很多学生就会来劝退这个学生 当然是一般呢 是给学生一个学期的机会 然后第二个次呢 如果再低于这个成绩呢 那么就会劝退这个学生 就是说呢 你不适合我这个学校 那么呢 请你呢 去一个比较适合你 相对比较容易的这样的学校吧 那第三大原因呢 就是学术诚信 那学术诚信里面呢 又分次大类 第一大类呢 就是个人作弊 对啊 比如说咱们打小抄 这个是个人作弊 要这个B卷考试的 结果呢 我开卷考试了 我自己去查网啊 查什么之类的 那这叫个人作弊 第二大原因呢 就是抄袭 抄袭一般呢 都是屡次抄袭 很少是第一次抄袭就开出劝退 就是抄袭意思就是我大断的来引用 别人的文章或者以前我的这个文章 这都叫抄袭 第三个呢 叫协同作弊 协同作弊是什么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以前这个加大有一个学校 抓住了四个中国的学生 他们四个人呢 是这个室友 然后呢 又同时上一门课 结果呢 就是一个人呢 在一个屋子里来作题 另外三个人呢 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呢 用电视信号的镜像啊 往里传达案 那么这个呢 就叫协同作弊 它这里边呢 没有涉及金钱交易 但是呢 它是一个小团伙来作弊 不是单个人的 再有一个呢 处罚最严重 就是叫商业作弊 商业作弊呢 就是说 有金钱交易的这种作弊 就比如说呢 我请人来代课 代写 代考 那这种呢 就是 别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帮你代考 我这个代考人也是有这个风险的 那么呢 你就要给他钱 这里边呢 就是叫商业作弊 那么学校如果抓到商业作弊和协同作弊呢 一般来讲呢 是疑似出局了 因为学校呢 是非常不希望 有这样的毒瘤来扩散 这是学术诚信方面 那还有呢 就是学生的心理和健康的问题 比如说 我呢 腿断了 这个时候呢 并不是说因为腿断了被开除 那腿断了以后呢 学校可能就说呢 希望呢 你能养病 养这个半年一年 然后你再可以回来 这也是一种劝退 就是说呢 你先离开学校 然后以后呢 再回来 另外一类呢 就是行为不当 行为不当又分两种 一种呢 就是严重违反校规 比如说在学校里 打架 威胁 骚扰 这些呢 都是严重违反校规 那我们比如说男女朋友呢 男学生呢 把女学生打了 而且打得很厉害 而且多次来打女朋友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严肃违反校规 但这个呢 还没有到违法的这个程度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违法 比如说想偷窃呀 像呢 更严重的一些违法 还有学生 比如重大马被抓了 那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违反的学校 当然就会开除你了 上面呢 是这五个这样的情况 那么如果呢 你有收到 比如学校说呢 你可能因为什么原因 我们怀疑你有哪种情况 我们想开除劝退 或者是做什么措施 如果你真收到这样的信件呢 那一定要迅速的尽快来处理 这里边呢 最好呢 是找有经验的专业的这个团队 比如后人的紧急应对中心呢 这里并不是说呢 犯罪了 我找个律师啊 或者怎么样 就能帮我抹平 这不一定说帮你抹平 但是一定帮你把这个处法 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那在学校里面呢 它是有学校里面的一套规矩的 可能呢 你请来律师呢 学校就会把他的律师也叫出来 基本上呢会从快来从严来处理 因为这是学校内部的一个事情 它并不涉及到法院啊 并不涉及到这些 在这里呢 尽量呢还是请这个专家 有地方使的解决 或者减轻学生的问题 好的 那今天呢 讲美国大学的 开除劝退的五大原因 希望呢对一些学生呢 家长呢能够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视频呢 点下下大拇指 让平台推荐给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如果你有问题啊 意见建议 都可以在视频下留言 如果你有留学美国的问题啊 营养杂政 可以私信我 我尽量安排时间来回答 最后呢 感谢你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